2.手臂痛 不能往后 好 这是他的做法 好 你也是不能往后弯 是这一手吗 是左手 左手 好 那我们也是测试一下 好 那我把它抬 我往上抬 好 那现在痛哪里 痛后面 这里吗 对 好 那刚刚这一位往后弯是 前面那一个是痛这里 但是这一位人凶他不是喔 他是痛后面喔 所以后面刚好在肩部原始点那 所以他不能按肩部原始点喔 这一里痛就是算背部痛 一定要外侧要往中间找 所以一定是在上背部 所以他们两者的按法是完全不一样 同样是不能往后弯 但痛的位置不一样 所以处理的位置也不一样 好 所以你应该从这里下手 等一下我叫他们帮你按 按完我会再测试一下 好不好 比较好 对 所以你这里的问题喔 就是上背部原始点 不能一般我们说五十肩 都是用按肩部原始点 不一定 一定要测试才知道结果 这一点比较痛对不对 对 好 那这一边 这里呢 也不痛 有 这里有 那就是这一点 那它只有这一点跟这一点 这样就解决了 现在是不是比较松 有 比较能弯 跟你说喔 那这样就可以了 你回去如果要处理 就是按推上背部那两点 我刚刚帮你按了一下 那现在帮你温敷 可是刚才 基本上我摆一下 问题是就是我就是会干咳 对 可是我这边感觉 就是有时候会喵喵 然后就 这里喵喵对不对 对 然后到这里 然后到这里就有弹 但是事实上没有什么弹 但是有时候就会咳 我告诉你 这种也是震的不适感 那它的开关就在从整骨下游 对 然后一路按 按到脖子下来 然后在上背部这整条 刚刚它有帮你按 等于这里它刚刚帮你按的 就已经有处理到这样 哦 了解吧 你现在喉咙 应该这里都还蛮舒服吧 你看看还有那种 还是有 还是有 在哪里感觉 这里 这里 这里痛吗 会 这种不要平时 好 忍一下 好 好痛 还痛 那也很痛 这里很痛 对 很痛 那就是重点在这一点 哦 很痛 是 这一点 对 这里就开始痛 对 这里就开始痛 这里痛不痛 这里也痛 再今天看看是不是松了 对 松了 松了 好 这我们之前也都有放 五十间 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听患者说 我不能往后 或不能手向上抬 或不能向外伸展 这样都不能不足以说明 到底我们应该按哪里 到底我们应该按哪里 所以五十间一定要测试 刚刚这两位刚好都手不能往后弯 但我帮他测试后两个根本痛的位置不一样 像这个视频这一个咖啡色的这一个患者 他往后弯 他是肩部原始点那里痛 另外一个黄色衣服他往后弯刚好是肩部的前面 那这个再痛 那应该前面就找后面 所以就要按原始痛点 就是这个 这个是痛在前面 上臂的前面 所以当然他的答案就在肩部原始点 那咖啡色的他因为痛在肩部原始点 所以他的开关是在上背部 所以同样都不能往后弯 结果处理的方式艰难不同 这也提供给大家以后听到不能往上弯 往后弯或不能上颈 一定还要做测试 看看患者到底痛在哪里 这样你来你才能决定按推的位置 那刚刚这个咖啡色的还有一个症状 他就是喉咙会痒痒的 然后偶尔会咳 那一般我刚刚也做给大家看 一般喉咙痒或是常常有痰卡住 一定要先按推整骨下眼到脖子 只要按推得当 一般症状都可以立刻改善 好这个五时间我就补充说明到这里 感谢小说明一般